身穿蓝色夹克 曾经坐过牢或曾经无家可归的人们 举着烛光聚在一起 缅怀慈母道儿 慈母道儿是一名在1985年的圣诞节去世的无家可归女子 她的死去启发了道儿基金会的成立 这个基金会致力于帮助曾坐过牢的更生人和无家可归者 我的生活完全成为360 我能够爱自己 爱别人 每年接受过基金会帮助的人 会在圣诞节起聚 缅怀慈母道儿 并呼吁民众关注社会底层问题 三十几年来 道儿基金会已为两万三千个流浪者 或曾坐过牢的更生人 提供工作机会住房和教育资源 新唐人记者王于赫奥利福 纽约报道 谢谢大家